众所周知,在国拼队内其实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,那就是队员之间不允许谈恋爱,就拿昔日马林与白羊的恋情,两人都是国拼队内的天之交子,可是最终白羊却因为马林才遭国拼开除,退役之后,穿上了戎装,成为了一个女人。 而马林自从那次世界之后,职业生涯也是漫入了巅峰,先后获得了许多荣誉,所以白羊其实也称得上,是马林生涯中重要的一部分。 当然,国拼队内的恋情也是屡见不鲜,诸多世界冠军王好,邓亚平都曾有过,而邓亚平则是这其中较为特殊的一位,因为当时他的男友也就是现在的丈夫林志刚, 为了邓亚平放弃了自己的事业。邓亚平与林志刚的恋情曝光之后,按照国拼的惯例,是成绩差的一方会被开除,可是林志刚依然选择离开。 成全了邓亚平,要知道他也曾为国拼立下的赫赫战功,将而事实也证明,林志刚的离开,的确使得邓亚平创造了国拼前所未有的辉煌,林志刚则是前往法国效力。 最后两人洗劫连礼,还淡下儿子林汉,转眼间,他们俩的儿子也已经十二岁了。 据说林汉自从两岁就开始学打乒乓球,只要给他球拍就会在手中挥舞。 可想而知邓亚平和林志刚的优秀技艺,迪迪圈传给了儿子林汉,果不其然。 如今十二岁的林汉,展现出了不足的乒乓球天赋,最近期还在邓亚平的带领下,参加世界各地的乒乓球联赛,与他,门青出球艺,可见乒乓球这项运动,对于他们家而言,依然变成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更值得一提的是,十二岁的林汉已经入选了北京乒乓球二队,逐渐也算是国拼的一员,或许许多球迷都担心,林汉在法国出生,那么他的国籍是不是也变了呢? 答案是林汉,依然是中国国籍,他今后仍然有机会代表中国队出战,所以林汉只要有足够的实力,证明自己的能力,那么他就完全有机会入选国拼。 不过与父母邓亚平和林志刚相比,林汉自然还无法相提并论,至于他是否会是下一个世界冠军,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